大家有没有试过创业呢 上班学到的东西 怎样用在创业上面 小本创业 应该怎样着手开始呢 大家好 我是不聊 这个课程是关于财务自由 投资理财和提早退休 今集的主题是 创业与财务自由 有望又问不了 有没有创业的经验 有啊 想知道我的故事 记住看到最后 有兴趣的话 记住由第一集开始收看所有的影片 全部精彩 我们现在开始吧 今集会分为四部分 第一 不料两次的小生意 第二 不料想创业课程 学到影响一生的想法 第三 文字识开发 里面所学到的创业技巧 第四 小本创业要怎样开始 第一 不料的两次小生意 不料在大学的时候 都想过想做一番的大事业 都想成立一间大公司 不过打工多年和投资之后 就开始改变了方向 知道自己并不是做大生意的材料 我有两位做生意的朋友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勇志当头 他们会用尽一切杠杆 可以借的钱 都先借回来 扔进一盘生意里 我觉得他们的生意都算成功 但是反过来 每逢他们投资的时候 都总会输钱 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太勇敢的缘故 将注码一次过推出去 对自己也很有信心 不会止蚀 我就没有他们那么勇敢 除了炒股 也没有一些特别的技能 不过我也是做过两次很小很小的小生意 因为如果有钱的话 例如有几十万 我就宁愿买股票 生意方面 不料只想放少少本进去 想试试开拓一些收入和现金流 以提早财务自由 做生意的朋友真的不要笑我 我所做的都是玩玩一下 炮转引玉 希望大家都分享你们的实践经验 第一次经验是在我二十多岁转工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刚学日文 辞职之后 去到日本游历了一个月 发现日本的美容保健产品比香港便宜很多 回来之后 我就上网用我有限的日文 联络当地的网店 叫他们将货记过来 我再放在网上买 但是 当时那件产品有人买250元一盒 有人买220元 我就买3盒560元 反应易裂 就是这样 一个月左手交右手就可以赚到六七千元 相当于我当时 未辞职之前差不多一半的人工 但是很快就有人打价格战 我减价的时候他又减价 我送货品的时候 他又跟着送货品 同一个产品在同一个平台上太多卖家 恶性竞争 很难赚到钱 最后 我找过另一条路做生发水产品 都不错 可以赚到5000元左右一个月 男人人生中有两大最大的烦恼 其中一个就是脱发离头的问题 生发水的优势是 捉住了男人的最大需求 比一般沙玛化妆品似的 需要不同款 不同色 不同尺码 生发水的好处就是单一产品 不怕窄货的问题 还有卖家说用过之后他生了头发出来 我真是很开心 直到半年后翻身工之后 因为以前没有WhatsApp 只有电邮和电话 上班的时候就不方便联络和交收 就没有继续再做下去了 第二次小事牛都 在33岁没有上班的时候 那时见到有肥仔开仓 光瓦老之类的生意 就是租一个地方买些很便宜的东西 博利多销 那时我就任意在淘宝淘了一大堆东西回来 在地区上场租个摊位买 试下反应 原意是 假如成功的话 我自己就去找货员入货 找一些人帮我在各个地方买货 供干人家的时间 每人帮我每日赚几百元 加起来一日赚几千元都不错 我坦当做了两天 那些淘宝的商品都是实用性的东西 有10元的货 有20元的旅行袋 有六七十元的迪士尼水瓶等等 我就定价一百元三件任选 最记得的是一位太太 三件都选了迪士尼水瓶 正常三件里面有一个水瓶的话 我都可以赚到10元 但那个买卖我足足亏了80元 我发现地区街坊的出发点 通常不是看是不是自己的需要 而是抵不抵买 我心很痛 因为她找到我定价在北 我就问那位太太 为什么只有一个小孩会买三个水瓶呢 她说我上网看这些都不便宜 卖了先 没用的话可以送给人 原来遇到格格专家 她的轻描淡舌 令到我的心更痛 我学到的是 只要东西够便宜 就一定能够卖出去 就算再没用的东西都是 我将所有的货卖出去 交了两天做1500元 还有微利 虽然是换票性质 但都学到很多东西 例如和其他的当主交流 学到很多不同的策略 有一个坦档是卖木製品的 卖的是几元的木筷子 十几元的按摩器之类 我奇怪 就算卖了也不够交租 原来最外面的那些便宜货 是用来吸客的 赚钱的是木製的罚珠 一条几百甚至上千元 一天卖到几条的话就可以赚钱 还有 预着一天店送赠品 很多人举手想要的那些 售仇赚一转20分钟 街坊都举手 最后卖了一点没用的东西 售仇赚到几千元 所以免费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 但是因为不料之后为了结婚 要找份工 给女主角的家人看 你一次小生意就没了下文了 你两次的经验告诉我 只要愿意想方法找门路 赚点小钱外快其实也不难的 第二部分 不料上创业课程学到影响一生的想法 不料还上过一些创业课程 都是挺有趣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课程是 那一天上堂上到夜晚11点 导师说明天8点记住带一支箱头笔回来 所有的同学都呆了 有同学问 箱头笔我没了 8点哪可能找到 导师就说 如果你有一家公司 明天8点 如果没有这支箱头笔 公司就会倒闭 你可不可以找回来 你不会再问这个问题 你怎么死都会死回来 我心想 是的 在回家的途中 我问过巴士重站的司机有没有 当然没有 途中经过奸舍 竟然被我发现有箱头不买 平时真是没有留意 第二天上堂的时候 有些同学说他家里有 有个同学就说他早早 跟货车司机用20元买的 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很深刻 不要说没可能去做吧 做就有可能 不做就一定没可能 第三部分 文哲式开发里面 所学到的创业技巧 做 怎样去做 由小处着手 怎样都做了先就对 不了之前的本业是IT 不是卖三那种IT 而是IT9那种IT 想分享一下 在即场学习了一套系统开发方法 叫文哲开发 Agile 文哲开发有两个特别的地方 第一 是以用户所需的价值为核心的开发模式 讲一个小故事你就可能明白 在百多年前 福特公司的创始人 亨利福特到处走去问客户 福特问客户 你需要些什么 几乎所有人的答案都是 我需要一匹更快的马 换着帝哥 就会马上跑去马场选马配种 而满足客户的需求 但是福特没有这样做 而是接着问 福特问 为什么你需要一匹更快的马呢 客人就回答 因为这样 我就可以用更短的时间 更早到达目的地 然后福特就发明了汽车 好好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我讲这个例子 说明了 用户所需的价值里面的真正价值 很多时候连用户自己都不知道 用户真正不是需要一匹更快的马 而是可以令他们 更快到达目的地的交通工具 是不是一匹马 其实根本不重要 只是因为用户收到个人的认知所限 很多时候 客户未必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作为一个创业者 就必须发掘用户所需的真正价值 或者创造新的价值给他们 据个例子 以前数码相机比电话拍出来的相机质素好很多 但是后来被电话的相机取代了 为什么呢 因为电话的相机 加入了分享和P图的新价值 创造新价值 很多时候会涉及到事物的本质和原理 就像马斯克 起初处理Tesla电动车电池价格高昂的问题上 马斯克应用物理架构指的第一原理 它具体的做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 确认并定义自己的假设 第二 拆解问题直至基本事实 第三 由源头创造新的解决方案 由原点开始 探索可能的方向 寻求有别于传统的解决方案 不再是逆步逆趋地跟着竞争对手的脚步前进 而是重新建构起不同于过往的产品 服务 或者系统 于是马斯克问自己两个根本的问题 第一 电池用的原料是什么 第二 那些原料的市场价格是多少 最后马斯克得到的结论是 只要用聪明的方式 拿到原料组成电池 就可以将成本压到别人意想不到的程度 文折开发 第二个特点是快 以前IT系统的开发是瀑布式 简而言之 有需求 分析 设计 实践 测试至维护 都是流水作业式的 一个系统可能要用到一两年时间 现在还有文折开发 整个流程缩短至三到六个月 往后的版本更新 缩到两个星期到一个月 用更快的交通工具为例 我们在第一个版本 将最核心 最重要的价值先放下去 第一个版本 比喻成简陋的滑板 用户在短时间内能够体验和反馈 不断改善往后的版本 第二 三 四 五个版本的进化 就可以比喻为滑板车 单车 电单车和跑车 每一个产品都是能够独立成行的产品 而不是半製成品 不是做两个车车 而且每一次都会比上一个版本好一点 而不是做到最后才发现出来的产品不是用户所要的 就好像中国人的智慧 摸着石头过河 将问题拆小 由最简单的先做出来 再慢慢探索 因应情况而改变得更好 最重要的是 尽快开始 尽快失败 尽快改善 NGA TV这个频道也是这个模式 不断试错 改善和成长 由笑话到较英文 再变成财务自由系列 正如不料之前成长科所说的正回馈 每次出来的结果回归 都是提供下一次改善的提示 令到你的产品或者服务越来越好 第四部分 创业怎样开始 这样 创业做些什么好 作为一个普通人 没有什么厉害的特别技能 不料认为 最容易就在身边发掘 第一 大部分的生意 都不外乎整合和分发 最早的市集到今天的电商 都是整合了商贩和商品 再分发商品给一般的买家 整合人流 物流 现金流 人聚财聚 很多平台都是整合和分发 Facebook 整合了不同的人流 App Store 整合了不同的Apps YouTube TikTok 整合了不同的影片等等 或者整合自己的人物 杠杆别人的技能也可能是一门生意 最重要的是 自己要在生意上有一定的控制权 第二 多留意身边的问题和事情 解决的问题越大 帮到越多的人 价值越大 回报越大 解决人家今天或者明天的小问题 赚的就是小钱 解决人家十年 二十年后的大问题 赚的就是大钱 小钱和大钱 我认为都无所谓 视乎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和自己的能力 例如不料只是想财务之后 希望用小本生意赚些现金流 虽然不料的经验不多 我认为只要愿意去找机会 学习和尝试 赚少许钱是不难的 对打工仔来说 网店和智媒体也是值得尝试的项目 除了打工 其实还有很多路可以走 今集就到这里 记住给个like 留言 和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见